2月19日,据多家媒体报道,某桑姓男星日前在长沙宣传活动时被法院强制执行 据悉,该男星因股权转让纠纷 被判支付曹某73万元欠款,案件被强制执行后 桑某才履行部分还款义务 之后就一直在和法院躲猫猫 直到执行官得知他近日要来长沙做宣传活动 这才赶赴现场对其进行司法拘留 被带上车后,该男星才有所觉悟,对执行人员表示 给我一分钟时间,我筹集20万,不要拘留我 有钱,却故意不履行还款义务 上一位刘姓鼎刘女演员 因父母被是老赖而影响事业 得不偿失,这次却又发生类似事件 一度引起不小的轰动 当天下午,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达成合结 被执行人桑某支付对方10万元 并抵押一辆小车 剩余欠款将分期履行 而执行全过程均以直播的方式向外界公开 引来不少人在线吃瓜 猜测这位丧姓艺人是谁 据裁判文书网可以查到 湖南魔幻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 该丧姓男星名为丧心男 据悉,在2019年两人曾转让股权 事后引发纠纷 而该案件判决于2021年3月25日 至于这位被执行人桑欣然 来头并不小 而且还身兼数职 他不仅以歌手身份登台央视现场 而且还是中国好声音天津赛区冠军 星光大道评委 湖南卫视魔幻训练营总制片等 他的音乐一名为李凯 2019年怀疑导师身份加盟新生有犯第五季 也正是种种光环加深 让桑欣然不必被大众熟知 在音乐圈的事业却风生水起 至于被执行的70多万元 对他来说应该不会伤筋动骨 只是不愿意还款 作为公众人物 本就靠着自身形象牟利 更应该规范自身行为 否则得不配备 被时代洪流淘汰是早晚的事 感谢观看